大家好 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今天我做了烧烤味的香煎花卷 一次成型 底部焦香 里面渲染成多 先来和面 盆里倒入360克面粉 加入3克酵母粉 然后倒入200毫升的常温水和面 搅成面絮状 揉成面团 一定要多揉一份 揉至面团光滑细腻 先放在一边备用 这里我准备了一些烧烤料 倒在小碗里 淋上烧好的热油 激化出香味 然后搅拌均匀 调成吸油酥 放凉备用 和好的面团拿出来 搓成长条 用掌心压扁 擀成一个长黄形的生胚 厚度在0.2厘米就行了 将调好的油酥淋在上面 利用刮板 把油酥均匀的涂抹开 再将面皮上下对折起来 顶头扯平整 再折成一个长条就可以了 然后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拿两个重叠一块 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稍微拉长 再拧两圈 就做好了一个花卷生胚 平底锅刷一层油 放入做好的生胚 醒花半个小时 时间到我们看一下 体积明显变大 就是醒花好了 开小火 先煎上两分钟 煎到底部金黄 然后从边缘倒入适量的清水 磨过花卷三分之一处就行了 盖上锅盖 开小火 煎到水混收干 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时关火 闷上三分钟 就可以打开锅盖了 再撒上黑芝麻 葱花点缀一下 不烫熟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烧烤味花卷就做好了 底部焦香 上面特别的松软 层次也多 吃起来的口感也挺不错的 像这样的花卷 你一顿能吃几个呢 不用发面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